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在媒体面前逗乐了 有记者问到王源为什么喜欢钢铁侠 王源回答因为有钱 然后又说自己是开玩笑的 通常觉得从嘴里说出来的第一句话 往往就是真心话了 这样的事情在王源的采访中随处可见 王源还说最像和马云酷换人生 而且出门呆马云也不用受罪 真的有时候不得不佩服王源的高情商 对中带了那么一丝重惊 所以说王俊凯王源的说话方式是比较善于开玩笑 对中带点动序 易烊千玺有个异对对的称号 对天对的对胖虎还有工作人员 对胖虎不够时尚 面对工作是提出的问题 易烊千玺的回答很妙 妙到你都想哈哈哈哈大笑 工作人员问易烊千玺最近的歌单 能不能新唱两句 易烊千玺直接就说自己喜欢清纯音乐 从小到大都喜欢 还以本正经的解释 这一波操作也是很溜了 在雅加达最喜欢吃的就是中国刷羊肉 这回答真的是让工作时的人员膝盖都碎了 而且易烊千玺还用你们家系列口头蝉花式开队 曾经胖虎是个王者 却伴在了易烊千玺的手下 大佬的说话方式也难怪被称为一对对了 三个人可谓都是采访界的凝视流浪 回答的真实 而且老笑 有的粉丝甚至把三个人采访做成合集 专门剪辑那些对人金句 大家也可以学一学三小时的说话方式吧 有时候显得高情商 有时候又很幽默 说不定可以太上用场呢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好 好 感谢观看